IP封鎖设定 那这边IP封鎖设定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进方往墙有封锁IP的功能 那我们IP封锁的时候 我们根据这些设定去做封锁的 那我们这边看 我们来看一下他封锁次数 那我们封锁三次之后 变成永久封锁 意思是他IP我们封锁后我们会解除 那现在是在 他在被封锁之后 打到三次我们就把他做永久封锁的动作 那这边可以看 我们每一次的封锁时间 比如说你设三次 那我们这边他第 变成说我们第1个数字是他封锁时间的次数 我们是1秒 那第2次 这是第2次封锁 这是第3次封锁 意思是我们 我们第1次封锁3600秒之后 我们自动把它解除 那第2次封锁是 18000秒 这样子 以许类推 那下面是有通知信 或者是一些 可以专给 管理者这样去做查看 有 哪些IP被封锁了 那这下面是个封锁日志 我们可以从我们主机去查看 哪一些IP有被封锁 这样子 没关系 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